大家好,在上一段影片我们介绍怎么样利用Pump Sensing跟AI MOV2让NPC来追逐玩家 在这一段影片我们继续就这个部分来做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一般大家最常犯的几个错误 第一个就是在AI MOV2这边的Pump这个地方忘了加上Self 因为在很多类似的指令这边如果是Self的话 它通常就是会有一个预设值 但是在AI MOV2里面你一定要很明确的把它连接到Self这个节点 那另外一个经常搞混的就是在OnSea Pump跟AI MOV2 这两个地方都有Pump 但这两个Pump是不一样的东西 在AI MOV2这边的Pump的话指的是NPC 而在OnSea Pump这边的Pump的话指的是NPC看到的对象 那当然通常来讲就是玩家本身 好这个是第一个常犯的错误 那第二个其实更常犯的错误就是忘了加上这个Nav Mesh Bounce Volume 那就是导音网格 除了经常忘了加上这个导音网格之外 那另外导音网格的本身因为它就是一个Value 一个空间 那在Nreal Engine里面所有的这些Value 它其实都是一个方形的Geometry 就是我们这边这个Geometry这个指令 而通常来讲在Nreal Engine里面使用到Geometry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直接用Brush Settings这边来调整它的大小 而不是用缩放的方式 那在上一段影片里面我们使用调整缩放 就是Scale这边来调整这整个导音网格的大小 那在这边 所以我们把它reset回来 然后再透过底下的Brush Settings这边 把它调大一点 比如说在这边可能差不多是2800x2800的这个大小 大概像这样子就可以涵盖到整个空间 那高度的部分通常来讲 因为像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要涵盖到上面的楼层 那这边可能要稍微高一点 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 在这边最高的部分 就没有涵盖在这整个范围 也就是说AI在追逐的时候 它怎么样都不会跑到最上面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调高一点 好那刚刚我们在调整的时候看到 刚调整完的时候 它会出现粉红色 那那个粉红色就是代表它还在计算当中 通常那个粉红色部分只会一闪而过 然后就会变成绿色了 那变成绿色就没有关系 那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像这边 有一些部分并没有出现绿色 就是它会穿到底下 那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影响 不过Nav Mesh Bounce的设定 它其实是在Project Settings这个地方 在Project Settings底下引擎的部分 有一个Navigation Mesh 主要设定都在这边 那有一部分是在底下的Navigation System 那这边的设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跳过去 只是提醒大家 如果以后在使用上 如果NPC移动的方式 可能不太如你所预期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去网路上 查一些相关的资料 看在Project Settings那边 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设定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追逐的部分 当然最主要是透过Pound Sensing 这一个原件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Pound Sensing的相关的参数 那这些参数几乎都在 AI这个项目底下 我们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叫Hearing Threat Code 听觉的范围 那既然这边提到听觉 其实就代表Pound Sensing 这一个原件它提供的不只是 让NPC可以看到玩家 也包括NPC可以听到一些声音 所以我们在事件这个地方 有OnSea Pound之外 还有一个OnHearing OnHear Noise 当听到噪音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 马上就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先把这些参数说明清楚 所以第一个听力范围 听力限制的部分 指的是NPC可以听到的距离 那这个距离可能会受到建筑物 或者其他障碍物的影响 那这边1400 代表1400公分 也就是14公尺 这个距离 预设的距离并不是很大 所以在游戏里面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调整这个距离 那下面一个 这个LOS Hearing Threshold 跟上面一样都是听觉范围 但是下面这个听觉范围 指的是在开放的空间 就是空旷的空间里面 它能够听到的距离 所以像这边看 距离就比较大 28公尺是上面这个两倍 当然这两个数字并不一定有这样子的两倍的关系 只是下面的开放空间距离 一定比上面的一般距离要来的大 好那所以这两个项目是如果你有使用 On Hear Noise的时候才需要调整这两个项目 接下来的Sight Radius指的是NPC的视线半径 在这个半径之内的玩家的 就是出现玩家的话 那NPC就会看得到 所以在这边预设的半径是50公尺 那再接下来Sensing Interval 是就是检查的间隔时间 那因为考虑到执行效能的关系 所以Punk Sensing这个元件 它不会一直一直的做检查 就是在通常我们Bluetprint执行的时候 是在Tick跟Tick之间 差不多60分之一秒就会执行一次 但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Punk Sensing 它每隔半秒钟 0.5 每隔半秒钟才做一次检查 那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上一段影片的例子里面 玩家如果动作快一点 立刻绕到NPC的背后的话 那NPC就看不到玩家了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游戏里面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你可以把Sensing Interval把它调得更短 比如说0.1秒之类的 那NPC就可以做比较快的反应 那再来的这一个Hearing Max Sound Edge 这个是NPC它在听周围的声音的时候 它会持续听多久 通常来讲 这个时间间隔要比上面的Sensing Interval要来得长 不然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有一段空白的时间 是NPC完全不会注意到任何声音改变的 那所以总之记得就是 如果你把Sensing Interval调得比较长的话 那底下的这一个项目也要跟着调得比较长 那这两个通常维持预设的这个数值就可以了 那比较不会影响到磁形的效率 那接下来的Enable Sensing Update 启动感应的更新 简单讲就是 这一项如果关掉的话 其实它就不会做任何的检查更新了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就不做检查了 然后在接下来的Only Sense Players 是说它只检查玩家角色 所以如果这一项没有勾的话 那如果有其他的NPC出现在视线范围之内 也会感应到 因为Punk Sensing指的就是 它会感应到所有的Punk 那所以如果这一个项目勾起来的话 它就只感应玩家角色 那其他的NPC它就会忽略掉 好 接下来的这一个项目 Sea Punks 其实就是这个项目有启动的话 On Sea Punks这个事件才会触发 那同样的Hear Noises这个项目有勾起来的话 On Hear Noise这个事件才会触发 那接下来的 那接下来的Peripheral Vision Angle 这就是视线的角度 我们回到Viewport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我看到在玩家角色的周围 有一个大大的这个绿色的圈圈 那这边 那这边 绿色的这个圈其实就是我们的Set Radius 好 而且就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大的 是Set Radius 那绿色的这个圈球是上面 这一个项目 蓝色的圈球是听力感应的这个范围 那所以这些都会显示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Peripheral Vision Angle 指的是视线的角度 那这个角度是从玩家的正前方 就是它的法向量方向来计算 所以90度就是一整个平面 那如果角度比较小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锥形 好 那它最大最大就是到 这个稍微往后面的范围 那通常我们就是维持在90度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听觉感应 这个部分就是On Hear Noise 好 那这个部分其实跟On Seapunk 非常非常像 所以我们画面上看到 上面是On Seapunk 下面是On Hear Noise 其实都一样就是当我们感应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AI Move Tool 来让玩家 让NPC朝着玩家前进 那所以也一样的 在这边 最主要就是Target Actor的部分 在On Seapunk的话 是从Punk这边连接过来 而在On Hear Noise的话 就是从Instagator这个地方连接过来 那Instagator其实就是告状的人的意思 就是谁举发说这个噪音的来源 那底下还有一个Location 那跟上面On Seapunk不一样 那这个Location就是真正噪音发生的位置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Location这边直接拉到Destination这个部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设定很简单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在玩家角色的部分也必须要做设定 因为这边的所谓Noise并不是我们用Unreal Engine本身的播放声音的指令 我们的NPC就可以听得到 事实上它是需要一个特殊指令来制造这个噪音的 而这个噪音反而是我们透过耳机其实不会听到这个噪音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以这边为例子的话 那我先在Project Setting这边 在Input的地方 我先加上一个触发 就是Make Noise这个动作 那我把这个动作设定成 按下键盘的1的时候 它会触发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好这个是我现在有OnSea Pump 所以它就会立刻追过来 那我现在先把OnSea Pump这边 我们刚刚讲过在Punk Sensing这个地方 我只要把Punk Sensing里面的Sea Pump这个部分关掉 那它就不会触发OnSea Pump这个动作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NPC就不会跑过来 好然后我现在按下键盘上的E 那我就看到它就听到这个噪音 所以它就跑过来了 好那这 所以噪音的设定的部分怎么设呢 我们切到我们的玩家角色的Blueprint 首先在玩家角色的部分 我们要增加一个元件 就是Punk Noise Emitter 角色的噪音发射器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本身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设定的参数 只要加上去就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在事件图这边 加上Punk Make Noise 这一个节点 那我这边我是利用Make Noise 就是我们按下E这个按键 这个事件来触发 那触发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Punk Make Noise它的参数 第一个Target 那指的就是谁来触发这个噪音 那内定就是Self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个玩家角色 那这个Target反映在 On Hear Noise的时候 就是Instigator 告状者这一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的Loudness 这个内定的值是0 那记得这一个我们要把它调大 通常就直接设定成1.0 那如果是0的话 事实上它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 就没有用 那再来的是Noise Location 这个噪音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Unreal Engine里面 其实声音也是可以在三度空间做定位 那这边的Noise Location 如果是0的话 XYZ都是0的话 它内定声音就是在Target这个 就是玩家角色所在的位置来做触发 那接下来它有一个所谓的Noise Maker 就是告状者 其实这个就是有点所谓的 声东及西 就是我们告状的人 跟实际发出声音的人的位置 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项目如果没有勾的话 那声音就是由告状者这边来触发 那如果有勾起来的话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制造声音的人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指定一个Noise Maker 那在这边我利用一个变数 就是我在这边先宣告一个 Noise Source 这个变数 大家如果还记得 我们的一个Blueprint Class 如果要指定关卡里面的一个物件的话 我们必须把它设定成一个公开的一个变数 所以眼镜这边要打开来 那这个Noise Source的变数形态 我就把它设成是Pong 在这个地方设成是Pong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在关卡里面 我另外把30% Character 再拉一个进来 放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Noise Maker 所以我回头我再选到 我原本的玩家角色 这个玩家角色 然后我open它的Blueprint Editor 抱歉 我选到我的玩家角色之后 那因为我这边在Compile之后 这边就会有一个Default 然后会有Noise Source 就是我们这边宣告的Noise Source 这一个变数 那在这边我就可以用后面的这个吸管 然后去选择 我放到这边的 这一个另外一个玩家角色 那这样子指定好之后 在这个地方我把Noise Source 连接到Noise Maker这边 那就变成声音是由它来发出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发出声音的位置 就会是在它所在的位置 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把 我的NPC这边的程式就改成 它AI Move To 所追的位置不是Target Actor 而是Location 像这样子连起来 然后Compile之后 好那我现在按下E 我们就看到它不是跑到 我们的玩家角色这边 而是跑到另外一个角色 所在的位置了 好那其实以上这个就是有关 NPC追逐的部分 我再补充一下 那因为我们其实刚刚讲说 这边Punk Make Noise 它所制造的这个噪音 是只有NPC听得到 那我们真人玩家是听不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我们应该是在后面会有一个 Play Sound的 我们用一个Play Sound at Location 然后我们把这个Location 也指定成 Noise Source的所在的位置 那当然我们不能够直接这样子连过来 所以我们要先Get Actor Location 再把这个Location连接到这边 然后在声音的部分 我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声音 那我在这边我就直接用 Starter Content里面的 这一个声音 那我们现在来看 好所以现在我按下E的时候 好它就会发出声音 而发出声音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Noise Source所在的位置 那这样在游戏里面 玩家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我们也看到NPC 他做了适当的反应 好那以上整个就是有关 NPC追逐玩家 Punk Sensing这个部分的介绍 谢谢大家